2014年1月3日 最强大脑第一季登陆江苏卫视 最强大脑在哪里 迎来意大利 西班牙 德国三国脑力精英 面对强敌 中国战队无所畏惧 所向披靡 中国战队上缩 以不败战绩奥利世界脑力之巅 2015年3月 最强大脑第二季中外PK赛 名罗再战 中国队遭遇强敌日本 首长败继 当我们还没有从失败中缓过劲 英国战队又给了我们迎头一击 一时间舆论哗然 猜测四起 质疑 批评 分治踏来 输了一场 接着又输一场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问 第二季中国战队怎么了 不是我们变弱了 是对手变强了 你在进步 对手也在进步 2016年1月 最强大脑第三季强势回归 海外高手再度集结 卷土重来 四位从未有败继的顶尖高手 执掌队长大旗 向我们发来战书 他们是 复仇者 德国战车 日不落英国神话 速敌日本 乘胜追击 今年は手加減しないので 実力を出してくださいね 更有各国超智商天才组成联合战队 神秘来袭 比失败更可怕的 是胆怯 中华大帝 藏龙卧虎 从不畏惧强敌 面对兵临城下 第三季创新引入队长制 四位灵魂人物将带领全新中国战队 迎接强敌挑战 评审们通过对前两季选手的能力 经验以及心理素质等方面的综合考量 最终腰中选忧 确定八位候选人 两两对决 决出四位队长 这一战不灭过往 不畏将来 这一战是灭盘 是重生 这一战两强相逢 唯有勇者无敌 最强大脑第三季 荣装铠甲 闪耀归来 今晚让我们共同见证 中国战队对战的诞生 欢迎进入六个核桃最强大脑 游戏 游户 做出 大脑 大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6年的开局我们就迎来了第三季最强大脑 那么在这一季的最强大脑当中将决出2016全球脑王 它才能捧起这象征着脑力界最高荣誉的脑王奖杯 你的天赋就是人类的财务 欢迎收看江苏卫视特别为您播出的最强大脑 在这里我们要让智慧飞扬起来 我们要让科学 六个核桃最强大脑 这强大脑由核桃入领导品牌 六个核桃独家冠名播出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要旅游找胡牛牛人专线品质游 节目首播期间呢 打开微信摇一摇 胡牛现金红包 领不停看最强大脑 选牛人专线 您在摇现金红包的同时呢 您也可以参与最强大脑的模拟挑战 也许您就是下一个最强大脑 好 这一季的最强大脑 我们邀请了第一季 第二季的八位最强的选手 在这个舞台上 他们要争夺四位队长的位置 对他们来说 这是机遇 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到底究竟有哪四位 能够脱颖而出呢 答案 即将揭晓 首先介绍我们的老朋友 也是最强评审 陶经营 陶智 大家好 我是陶经营 我是来见证 全球脑王的诞生 另外一位 就是我们自然科学界的 最强评审 同一位 魏坤林教授 科学是我评判的 唯一标准 接下来 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两位新朋友 他们分别是 国防评论界的最强评审 张高东教授 我是来找人的 来寻找国家和人民需要的人才 接下来这一位 就是我们作家界的最强评审 郭敬平先生 大家好 很高兴来到最前那了 我希望在这里 看看人类大脑的极限 到底在哪里 今天呢 还有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 他就是地产界的最强大脑 王石先生 我们有请 我们王先生的时间呢 可以讲说一刻值千金 为什么选择到这个舞台上来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节目 给我印象是太深刻 几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尤其是这个风潮迷宫 风潮迷宫 那个暴云那个表现 给我印象太深刻了 非常深刻 还有一个水哥 哎呦 那王玉恒 我觉得这是天才 那么还有没有节目呢 喜欢的 应该就是《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等会儿 您现在不大需要看《非诚勿扰》了 但是我怎么不需要呢 你还需要 他很好看 万科员工有三位 因为上了《非诚勿扰》之后呢 起劫良缘 形成佳话了 好 有请王石先生落座 那么全新的第三季最强大脑 将会展现怎样的一幅画面呢 我们来看一看整季的规则 最强大脑整季节目 共分为队长争夺赛 战队抢卫赛 国际PK赛 脑王争霸赛四个阶段 队长争夺赛中 八名前两季实力选手 一一对决 争夺四名队长席位 剩余十二个席位 将由挑战者 在战队强卫赛中进行角逐 十二名最终占据席位的选手 在四名队长的带领下 分别迎战德国、烟火、日本 和神秘战队的脑力精英 那么首先 最重要的是在八位顶级选手当中 要挑出四位队长来 好 谁是 第一组选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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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组的数字快捷 林建东 第二组的数字快捷 林建东在国家保障项目中轻松突围 他非常地乐于接受挑战 他当队长 实在是当之无愧 比赛结束之后 我互相提出已经达到新的高峰 不需要再休息 简直狂狼 不知天古地 人眼扫描仪黄金东 第一季挑战辩识二维马 用凭借挑衅马检索 大胜西班牙选手 黄金东的肯定 准确 速度 一定会带牛中部队取得胜利 我不在乎对手是谁 因为我就是全中国最聪明的人 因为我看一下 这个能力到底有多少 黄金东 Let's play 好 我们有请肉眼扫毛衣 黄金东 以及数字怪姐 林建东 你好 你好 两位 哎呀 两位都是 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非常熟悉的选手了啊 你选择到这个舞台上来 去年我觉得还没够 还没够啊 没够 而且我还非常想念你 想念我啊 哎呀 来来来来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 因为建东其实之前你来的时候你说是全香港最聪明的人 但刚刚一看你说你变全中国最聪明的人 这个是怎么升级的 我的意思是我希望自己会不停进步 然后有一天我能证明我是全中国最聪明的 哦 是你的目标 对 刚才讲到聪明啊 京东啊 经过的这两年有什么新的体会 中国其实最不稀缺的就是聪明人 所以我从来都不会炫耀我的聪明 我认为有比聪明更重要的东西 如果你成为队长的话 你最想找哪一个国际战队 我想挑战英国队 我想领交一下 那当年把林建东先生打败的对手到底是什么样的 精灵战争 精灵战争 建东到你了 我啊 我应该会选X队 X队 国际混合战队 比较好玩嘛 比较好玩 哦 有心意 你是因为怕英国队吗 不怕 怕什么 啊 有什么我怕的 那么两位将会共同挑战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 请看 少女的衣橱 超人气萌系偶像团体 SNH48 甜蜜助阵最强大脑 192件VX视频 随机摆放 两位挑战者规定时间内观察每件视频的对应坐标 最后挑战者在24位成员表演过 过程中动态匹配成员的姓名 其身上的八处视频 随机挑选三位成员 分别指定其身上任一处视频 两位挑战者 即时回答视频摆放的位置坐标 正确率优先 如正确率一致 则用时短者获胜 在蒙女神的加持下 究竟神才是中国最聪明的人呢 哇 SA Trip48 这么多美女会不会扰乱她们的注意力 我是不会的 不知道她们怎么 但是在这个舞台上不止一个天团哦 我们还有AKB48也来这个舞台 AKB48 什么时候 国际赛比赛的阶段 这两个天团会合体同出题目 好 王总 平时买点首饰吗 他不买这个 他买钻石 你的意思是买给自己玩还是送人的 那个对方选 比我选的可能更职业一些 嗯 可以选更大的 您最近有选钻石吗 真的假的 这个有的时候啊 你这个开会的时候啊 可以说大家 反对的举手 他只是挠到头 我只是和举手没关系的 小四 这个项目其实蛮难的 因为人类进化了很多年之后 他的本能其实是会优先锁定面部 对他们两个男生而言 又是漂亮女生的脸 然后视频又分散在全身 其实这个干扰力还蛮强的 我觉得小四说的挺科学的 是 我们的确是优先处理面部信息 特别与眼睛的信息 包括他们跳舞 包括音乐包括节奏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嘈杂的干扰 这两个年轻人啊 他首先要排斥掉的就是这些个干扰因素 好 那么首先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看到 好 在我的左右手边呢 有两个陈列台 那么在这个陈列台上呢 有头饰 领结 领扣 领扣 尖章 扭扣 还有胸章 手练 袜子等等啊 有八类饰品 总共是有192件 现在 紧张的比赛 马上 就要 开始了 两位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你们只有30分钟的观察时间 几时 开始 开始 其实我非常紧张 记忆对我来说是 其实是第二能力 并不是我最好的能力 观察扣子的时候 有很多地方是很相像的 灯光强一点暗一点 都会影响那个颜色的变化 所以有很多地方我不太确定 女生的这些饰品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但是对男生来说就是 红色绿色大的小的 看不出任何细微的差别 所以我觉得这个试题出的太刁钻了 两位选手需在30分钟内 记忆192件 只有细微差别的饰品 及其对应的坐标 并在5分钟内进行整理 他们能否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记忆 并顺利找到视频所对应的主人呢 好 整理时间到 好 整理时间到 请两位选手至观察区就位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视频的主人 最强出题人 SNH48出场 好 夏夜的美剑 释放着热热的身边 最白的沙滴剪 漂浮色更新的 一青春正新鲜 在美的语言 一青春的作业 一青春的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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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爱你告白成现在 和你和你为我停下来 喜欢你的每一天 天天都精彩 跳舞的时候并不是一个 非常利于记忆的一个环境 其实那个干扰非常大 所以心情特别紧张 因为有些视频可能就这么小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条件 陈建黄先生呢 是完全是打外围阵 林先生呢 基本的那样 幽露无人之境 陈建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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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柳哥的时间内 记住每位成员的名字 还需将每位成员身上的视频 和先前记忆的视频 坐标一一匹配 此外 24位成员的舞蹈动作 队形变换 也大大增加了 两位选手观察和记忆的难度 他们能否排除看扰 完成挑战呢 两位 请回到东风标志 508挑战 结束 我现在要不要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们是 SNH48 这个鞠躬的时间也挺长的 非常有礼貌 我刚刚看他们表演完了之后 我下来我才发现 我全程在看脸 你放心吧 我们的选手都非常的职业 肯定没看脸 我也很职业好不好 我在选演员 真的吗 今天给你一个好机会 你选一个 可以吗 可以啊 你选一个 23个人会恨你 你想拍电影吗 想不想拍小四的电影 好 好 谢谢 我要选的话我会选她 请她 谢谢 谢谢 小四 我觉得你的眼力还真不错 她 我要稍微重点介绍一下 她是舆论界认为 四千年才出现的一个美女 真的吗 好 好 各位 今天这个挑战 我觉得比我想象的还难一点 嗯 我们第一考的是选手的 视觉辨识能力 她快速地把那些手势给辨识出来 在动态中间 然后她得快速地编码记忆下来 记忆的难度是在容易混淆 我们叫做错觉性连接 把一个人的服饰 进到另外一个人身上 第三个 其实大家刚才强调了 就是她们的注意力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挑战 对她们两期是挺大的 我们看得特别热闹 但是在她们的脑袋里 就是一场风暴 对 好 现在请成员们到等待区 有请 现在就给王石先生一个机会 近距离地跟咱们美少女打招呼 或仅仅是打招呼 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出题 我们有请王石先生 要拍个照吗 可以拍照 来 快拍个照 你牵她下来 管着她 好 好 那么您要在她身上指一下一个具体的事物 好 谢谢 王先生 谢谢 张教授 你决定了 你把它签下来 看那些道具的时候我就是挑哪一个相似性更高 我就感觉所有的视频里头只有袜子白色的 放在一块你根本就看不出来 所以说最后我就选定了这个袜子 好 接下来请小四 拜拜 来 因为那个视频非常的小 所以我觉得不太容易记得住 很容易忽略 而且希望可以再增加一点他们的难度吧 好 好 接下来两位注意了 这是争夺队长宝座的关键时刻 当我拍一下启动器的时候 题目会出现在你们面前的屏幕上 那么请你们呢 将答案所对应的编号牌放在题板上 京东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建东准备好了没有 可以给我多三分钟 冷静一下情绪吧 当时是感觉有一些出乎意料 因为之前给到的比赛流程 比赛规则里面是没有提到这一点的 我们比赛的规则是可以吗 多个多位 我觉得不太合理提出这个要求 因为他们已经整理挺久了 这是他用的一个计划 他根本不需要 他这个完全是对付黄建东的 这是一个战术 30秒吧 30秒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我是一个爆发性的选手 我必须要进入状态 进入状态不是说一秒两秒的事 是有一个过程的 我也得后悔了给了他30秒 我觉得应该一秒都不给 因为这样对另外一个选手稍微不公平一点 多30秒的整理时间 对我的答案是没有多少影响 那么对他的答案呢 就我就不清楚了 好 挑战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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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时候在脑中想的就是 他全部记住 我全部记住 然后就比时间 所以我就希望我的时间比他都快 主持人 选手林建东已作答完毕 用时51秒81 当时林建东答题比我快 给我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那么我必须保证 我的正确率比他要高 那么我才能够赢得下来 当然这个调乱了 我放错 这个二方放下面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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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因为他这个牌放错 一放在下面了 来 多个多位检查一下 什么意思 多个多位检查一下 因为比赛公平 我们请多个多位检查一下 我没有换牌 刚才一放下面跟这个不同 刚才一放下面 所以我把一的答案放在二的 我们有三个牌 正常是一号二号三号这样放 不过那个牌放错了 变成二号三号一号 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不然这个就变成我的错了 你说一二三 对 我就这样 牌子放反了 牌子放的位置 注意没有放到一二三 对 那都个都位你告诉我 它可以做调整吗 你重新放一次 对 我答案已经拿出来 他还是这三块牌 其实放在不同的板子上 对 你放了吗 柯叔把板子放错了 那他放的答案 你放的位置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不是他的错误造成 所以我就允许他赶得下 当时我还是比较平静 我受到的影响并不大 我当时满脑子都是想的是 先把这堂比赛赛好 一 二 三 二 顺序 OK 我可以改吗 因为那个时候很紧张 就犯了一点错误 然后拿错牌了 我可以加时间改吗 我可以 算我 我没办法回答你问题 对不对 他如果改的话 但我现在没按过 王金东还没按 我可以改吗 然后我现在再改 你不能再改了 他第二次他提出来 刚才记得第三个数字 我填错了 那就不能再改了 你追求的是速度 但是你稀释的是准确度 我是不能允许再改的 这是一场比赛 选手黄金东已完成作答 用13分02秒79 好 下面呢我们就请科学助理 爆出两位选手写出的第一轮坐标 那么根据规则呢 我们会从用时比较长的黄金东这边开始验证 选手黄金东第一题的坐标答案为 零八三 零八三 建东这边 选手林建东的第一题答案是 零八三 好 现在请科学助理验证 那么所爆出的零八三号 是否跟这个手链一样呢 验证 开始 一样吗 完全一样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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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我们进入到第二轮 我们一样 从用时比较多的黄金东这边开始 请 选手黄金东第二题的坐标答案为 零五八 零五八 建东的答案 选手林建东的第二题答案是 零四一 不一样了 京东选择的是一五八 建东选择的是四一 那么根据比赛的规则 我们先从黄金东这边开始检验 黄金东的答案 到底正确不正确呢 开始 验证 回答错误 回答错误 我们就来看看建东 开始 验证 完全一样 好 根据比赛的规则 我们现在可以非常肯定地说 林建东已经获得了这一次挑战的胜利 好 我拿错了 拿错了 拿错了 我是知道的 如果再给你选择机会 你选择多少 我认为答案是106 你确定吗 确定 好 我们来看一看106是否正确 建东很有自信地说 他改一个答案是106 到底正确不正确呢 我们来验证一下 开始 正确 好 这一场挑战赛的最后的胜者是 林建东 王先生 出乎你的意料吗 对我来讲应该是不出乎的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点小瑕疵 因为说开始的时候 他说我要求延长三分钟 我没准备好 这是对对方的一种干扰 我个人觉得国际如果这样裁判来讲 多给一秒都不合适 有道理 好 好的 林建东 我给你的建议 归助赛跑 千万别变那个兔子 因为你刚刚就那个51秒81 你不是一按吗 然后后来你后悔了 那千万别在国际赛犯这事 因为刚才那个106有16 然后我就选错了 没有什么太多的理由 特别是国际赛的时候 我们还是希望稳重一点 其实我们选的是队长 肯定 好 我们谢谢京东 非常精彩的表现 谢谢你 好 谢谢 在这个舞台上呢 其实呢没有出色 京东呢能够再次地站在这个舞台上 要证明自己的能力 我们再次地给他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王石 为你颁发队长的荣誉寻找 受欢迎 受欢迎 谢谢 好 谢谢王石先生 请右膝右坐 谢谢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林建东 走进中国战队的荣誉殿堂 我们恭喜林建东 成为中国战队四肢队伍的第一个队长 同时我们也希望 你能够再接再厉夺得脑王 好 也请建东 坐上东风标志 508荣耀铁座 相信我就是奇迹 我只想我心灵 会有吗 我们有请下一組挑战者 看清寻找甄别 这似乎是我在最强大脑上 必须面对的挑战 其实只是这些记忆碎片 在我脑中挥散不去 第二季的超级变脸王李威 在川剧变脸项目中 展现出惊人的实力 他是第二季比赛当中 出战次数最多的选择 具有丰富的一对一单挑的经验 我觉得他是队长的不二人选 年少成 习惯了尖叫和掌声 习惯了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超级找甄王 圣财迁 第一季最强大脑的首位挑战选手 我觉得他那个额眼睛睛太厉害了 大家都记得那个魔方场 中国观察最强者 中国观察最强者 我亦不懂此 我当仁不让 好我们有请超级找甄王 圣财迁和超级变脸王 李渭 瑞鉴 欢迎您 弟问 少人 我们好 礼物 欢迎 刚才看了这个VCR 就感觉你们两个互不服气 相互挑战 相互叫板 是 我就想呢 了解一下你们两个 各自都有哪些优势 因为这个郑太谦是老选手 我让他先说吧 这种语气啊 让你先说 我觉得李威哥年龄比我大 还是能先说 算了受不了你们俩了 快说吧 好 在第一季的时候呢 我是一个选手 在第二季的时候 我在家里面是一个观众 第二季的时候我看到 本来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 继续横扫列强 但是我发现我们的队伍 居然败了一次又一次 我们在第一季的时候 是一个大获全胜的局面 我本人也是以全胜的战绩 完成了整个的挑战 而且我的项目 在当时国际评审 戴斯蒙教授的鉴定之下 也是全场最难的项目 所以我相信我的实力 已经有目共睹 第二季我们有一些失误 没有全胜 那是因为他们第一季的时候 刚开始出来这么一个节目 国外过来皮克的选手 都比较弱 还有一个郑太谦刚才说到 他的一个项目 被鉴定为全场最难 但是他仅仅完成了一个项目 而我是完成了四个项目 在这个经验上 我比他丰富 在能力上 我比他全面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 我觉得是可以战胜他的 但是其实郑采谦 就是我看到的 大家对他记忆非常深 所以我比较好奇的是 在这种电影 或者武侠小说里 这种功臣名就的一般 都是收山归隐山林 不再付出了吗 第三次又再次出来 其实这是一个 还蛮冒风险的 他不是 因为这水平完全不一样 他只要不出来 你就算说水平不一样 但是你也没有证据说 我一定能够打赢你 照这个逻辑 你就不应该拍电影了 针对郭锦明先生 我想说 辖之大者 为国为民 所谓真正的英雄 一方面 他不可能畏惧任何一次失败 另外一方面 真正的英雄 我一定是要救国家与危难之间 虽然这里并不是战场 但是战场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 我来到这里 就是要向全世界再次证明 中国才是真正的世界第一劳力强者 如果猜猜 你赢得了这一次的比赛 成为了队长 你想挑战的那个国际队伍是 我不KL任何一个国家 我的天哪 听说英国队今天还要来 我只挑最强者 所以我希望带领中国队去完胜英国战队 哎呀好 硝烟弥漫啊 我已经看不清整个舞台的局面了 你们两个到底谁是中国观察的第一人 马上就要见分晓 所以你们两位共同的挑战项目 是什么呢 起开 雪花之谜 50台电视机中呈现细微差别的黑白雪花点 两位挑战者观察所有雪花点 及对应的电视机位置 每台电视雪花限时观察10秒 每位挑战者将有三次复看的机会 嘉宾任意选出一台电视雪花 将其雪花呈现在挑战者面前 两位挑战者通过观察 找出相对应的电视机位置 三轮挑战 正确率优先 若正确率一致 则用时短折胜 谁才是中国观察界第一人 担当队长重任 最强大脑的栏目组这么变态 前两季我们已经看到许多这个密集恐惧症了 包括了有魔方强啦 韩国美女脸强啦 还有这个穿去变脸啦 那现在这个东西 我们普遍认为它应该是没有意义的一个画面 然后也看不出这有差别吗 这个项目非常的难 不简单 我们可以过去看一眼 你们可以看看有没有差别 好难哦这个 这真的好难 基本是一样的 一样的 太可怕 王先生我看你没有直接上去 你是觉得说干脆不看了 我知道很难还是什么原因 我根本看不出来它有什么区别 我为什么要去看呢 小四子 他去看 小四子去看 像咱们这个桃子去看 那是好奇 只有一个人有资格 他评头论足 那就是咱们的张将军 因为我们那个雷达呀 它不是像看屏幕 那雷达分辨那个敌机敌船 那个是非常非常难的 你这个项目的确定 我先肯定啊 对我军非常有参考价值 哦 看上去 我们新型化时代强调电子干扰 这个1982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 贝卡古地之战 就是叙利亚花了20亿美元 然后从苏联引进了19套地空导弹 结果呢 以色列上来之后 无人机制放电子干扰 19个导弹阵地的雷达全都是绝合 然后把你干扰完了之后 以色列的预警机过来 指挥它82架飞机来轰炸 6分钟 把20亿美元购买的19个导弹阵地 全部摧毁 82比0 所以你们要是胜出了 我们军队有一个规定 就是叫特招入 比方说您能从小话里头 看到将来一个雷达 被干扰状态下 来袭导弹 来袭追击的一个图像 这个不管你年龄多少 比方说30岁40岁50岁 都可以特招入 我介意你 掌声鼓励一下 好 接下来 我们马上就进入 严酷的挑战 两位选手我要提醒你们 我们后面的电视雪花的播放 是在按照顺序来的 每播一个电视雪花的画面 你们只有 10秒钟的观察时间 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 好 请上观察题 两位观察开始 请打开第一个电视雪花图像 第二个电视雪花图像 其 either个电视雪花图像 我自己个人觉得太难了 真的你要把所有每一台都记下来 而且每一台的时间只有十秒钟 在我看来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两位选手根据科学助理所指示的位置 依次观察五十个不断闪烁的电视雪花图像 在短短十秒内 他们需要记住每个雪花图像的特征 以及对应电视机的位置 面对这项在常人眼中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 两位选手又是否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观察 解开这雪花之谜呢 好 500秒 50个全部观察完毕 我想问一下两位 你们有复看的机会 你们选择复看吗 拆迁 我想一下哪几个 好 有三次复看的机会 我需要在老子里面过一差 要不然你先问一下李渭吧 李渭有吗 有 那个我要复看第37 37 好 听我口令 现在复看第37个电视雪花图像 你还有两次机会要吗 不需要了 不需要了 我需要看一遍 大千 总共有三个是吧 有三次机会 那我就把三个都用了 34 好 还有 还有 16 还有 31 34 31 16 好 请你到电视墙 现在 请你复看 第34个电视雪花图像 其实我觉得 好像没什么复看的 但是 我觉得不会浪费这三次机会 所以我就在想 这三次机会 到底怎么样用 能够让它发挥出一定的用处 当时看电视机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顺序的 我可以在脑子里面 排出一个格子 那我可能我就要剔除掉一些 我不太喜欢的格子 那么我就要去揣测 出题评审的心理 如果说我提出复看的 那么评审出于公平起见 他应该不会再去出 因为我已经复看了 再出的话 可能就会对我有利 好 李渭我再问一遍 你问你还有两次的机会 不用了吧 不用了 好 他们很自信 两次机会都不用 请两位坐上 东风标志 508挑战 结束 接下来我们请王氏先生 随意地挑选三台电视机 写在题板上 我们请科学助理 对您挑选的结果进行复制 主持人王氏老师出题完毕 主持人王氏老师出题完毕 好的主持人 好谢谢 两位挑战者 请你们走上挑战区 并背对着电视屏幕 有请 你们俩可以调节一下自己和电视机间的相对位置 我们用题板 把电视先遮住 遮盖完毕 好 现在已经遮好了 好 你们可以转身了 好吗 好 两个人都背对电视 等一下 背对的电视 财迁 背对的电视 好 我正在调节 不要紧张 他们非常的紧张 任何一个微小的距离 可能对他们的成绩都会产生致命的影响 因为他们要比谁快 对 所以 好了吗 OK 好 两个人都已经背对电视了 好 请科学助理 将第一题 对应的电视雪花图像跳出 画面一条出主持人 主持人画面一条去完毕 好 财迁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李维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用脑时刻 多喝六个核桃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开始 开始 我开始觉得大概至少也要个看个十几秒之类的吧 怎么怎么他们就能看出来呢 哎不都一样吗 所以 那个各种奥秘真的 我下辈子吧 哇塞 我的天哪 太厉害了 两秒五十五跟三秒二十 我的天哪 好 现在我们请科学助理将两位的答题板拿到舞台中央 现在 请只保留王石先生出的第一套题的电视雪花 起义全部熄灭 第二行 第四列 那么根据规则我们会从耗时比较长的李薇这边开始验证 请科学助理打开李薇的第一道题的答案 来 张杰 那么李薇尽管用试长一点 但是他的答案是非常正确的 那么郑财千尽管用试短 答案是不是一样正确呢 开始验证 六个核桃最强大脑 精彩稍后继续 芝麻开门 荣耀杰作 东风标志508 提醒您精彩继续 六个核桃最强大脑 最强大脑由核桃路领导品牌 六个核桃独家冠名播出 经常用到 郭哥 六个核桃 最强大脑荣耀杰作 东风标志508 品质尽享 荣耀而至 本节目的服装呢 是由南庄国名品牌 海南之家 独家赞助 那么李威尽管用试长一点 但是他的答案是非常正确的 那么郑财千尽管用试短 答案是不是一样正确呢 开始验证 来 来 三千 好 两人在这一轮当中 达成平手 一比一平 两位选手请转身 请转身 没转够 转了 正在阶是狡猾 他身体没有完安全能 背对着电视机 他是稍微有一点斜度 这样的转身可以更快一点 他想着多少有点的擦边球 因为他是个侧身 转不够 他转不够 财千的 财千他要你完全的背对电视 要完全背对财千 对财千 完全背身 财千要很着急的按 财千 财千 正财千很紧张 请科学助理调出 王氏先生所选择的第二题 相应的电视学画 主持人 已调取完毕 听我口令 三 二 一 一 一 这太快了 不可想象了 哇 李威每次都就差那么一点点 好 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时间 就是在非常细小的 不到一秒的时间 财线用的是3秒09 而李维用的时间是3秒66 好 请科学助理将两位的打地板 移到舞台中央 我们在电视屏幕墙之保留 王石先生所出的第二题 相应的电视雪花 其他完全熄灭 第五行 第十列 我们先从这一轮耗时 比较长的李维这边 开始验证起 李维的答案是什么呢 开始 正确 太不可思议了 财线尽管用时比较短 但这一轮当中 财线是不是一样正确呢 开始 合格机 财线在第二轮 这个环节当中 有一个失误 不正确 那么经过了第二轮 目前李维是以2比1战时获胜 但是谁能够最终地成为队长呢 取决于最后的关键的第三轮 请两位选手转身 背对电视机 财线 请你那个完全背对他 对 因为现在的差距都是 一秒钟以下了 转身的速度可能也决定了胜负 好 现在我们请科学助理 调出 王氏所选择的第三题 相应的电视图像 画面已调取完毕 画面已调取完毕 好 请我考虑 三 二 一 赞才签已答题完毕 可以答题完毕 策略 他只要正确就行了 好 请把两位的答案送到舞台中央 王氏先生所出的第三题 相对应的电视画面 我们调出这个画面 同时其他全部熄灭 王氏先生出的第三题 是第六行 第八例 那么他们的答案会是怎样的 我们就从战时势力的裁迁这边开始验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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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准备 踩天是否能胜出 取决于李维在这个上面是不是有犯错 我们接下来就来验证李维的打题吧 开始验证 开实验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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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 哇 李维 你真漂亮 太不可思议了 太不可思议了 我真忍不住想问一下 裁迁第二轮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一直自信 我是个反应速度比较快的人 我没有想到第一轮李维跟我的差距那么小 所以 我在第二轮的时候 就是只捕捉到一个特征 我就直接写了 当然写完之后 我扫了一下我就知道我错了 然后当然我也知道了 今天的结果一定是李维赢 不需要宣布 为什么 因为我是李维的话 如果我这个对了 我第三个我哪怕耗一个小时 只要我第三个是对的 我也是会是赢家 所以李维不会想到想不到这一点 今天这个项目有一个地方让我惊讶了 是你们记忆提取的速度太快了 那个打底板和电视机的排布 其实它没有规则 对 就你即算记住那个号码 那号码距离在哪个位置 这还要耗一点时间 但即使是这样 你们的反应速度也是极其快 但是呢 我发现 李维看一次 但是台前看了三次 这个让我感到很惊讶 其实我说我也不需要任何的复看 然后我知道如果我看了的话 从评委处理的角度 应该就不会再出 因为这样子 因为我已经复看了 再出的话 可能就会对我有利 财前有个好的小策略 我原来显得和财前的 也没有关系号码 但是显然我知道 但是我绝对无论如何 他的这个不能选 你看这种心理上的强烈的映射 很聪明啊财前 张教授 我问你 我替他们问你 如果他们真被你推荐 征召到部队上去的话 你觉得能够授予他什么惊险 我最关心的是这个 如果让我给他授闲的话 少校百分百 好 谢谢 好 谢谢财前 谢谢 来到这个赛场上的人 都是勇士 所以我关心成败 但是成败并不是最重要的 好 我们恭喜 李威赢得队长的席位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请王氏为他扳发 荣誉庆章 好 谢谢 谢谢王先生 谢谢 现在我们请李威带着这个勋章 登上中国战队荣誉殿堂 好 我们恭喜李威成为第二位 中国战队的队长 那么他也有机会参加 全球脑王的挑战赛 那么接下来 那么接下来请李威 坐上属于你的东风标志 主灵棒 荣誉庆章 接坐 我们有请下一组挑战队荣誉庆章 你会觉得他怎么可以跟水沟通 一定是如有神助 他当队长 我们就一定了 战动营 明察折闪 更是兵部血刃 空间游侠流箭 出战西拜 英雄归来 挑衅斩美 他出战次数最多 而且保持着不败纪录 更重要的是他曾经两次在关键时候挽救了中国战队 领军之位 谁主臣服 我们有请空间游侠流箭和鬼才之夜 王玉鹏 欢迎你 欢迎你 两位我想桃子你都很熟悉了吧 对 前面两个项目我们已经见识到 其实能力未必能决定一切 那王玉衡是一个听说没有人敢跟他对战的选手 但是流箭倒跳出来了 我坐这儿可能是有点已经感觉是不公平了 因为本身我是对这个王玉衡啊 已经有点崇拜了 是吧 如果来形容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这个王先生感觉有点孤独求败 我也希望呢 刘建呢 给咱们王先生一点更多的刺激 小四 从这几位老师们的口中感觉像是刘建今天来挑战了一个非常难以攻克的一个选手 因为被他们形容的有点太恐怖了 王先生 我其实要交代一下这个项目的背景 其实我们把所有视觉辨识能力很强的最强大脑前两季的选手都问了个遍 然后有些选手说不能 他不行 有些是不敢 根本就不敢接 因为王玉衡站在前面 但是刘建非常勇敢地接受这个挑战 我觉得最强大脑的精神就应该是敢于不断地去挑战自己 来突破自己的极限 所以当我知道我的对手是王玉衡的时候 我也没有犹豫站在这里 就算最后我失败了 但是我觉得今天在这个最强大脑的舞台上 我战胜了我自己 太好 感应向强者挑战 是吧 勇者 好 两位其实都表达出了这个挑战项目的难度 那么他们共同挑战的这个项目有多难呢 请看 以业异菩提 哥特夫利德 威廉莱布尼茨曾经说过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666片同一品种的树叶 差异细微 将叶柔绿去 指榴叶脉 摆放至叶脉墙中 在同一批次的另一百片树叶中 随即挑选三张 两位挑战者现实观察树叶局部 随后 嘉宾将该树叶制作的三片叶脉 任意替换叶脉墙中的三片 两位挑战者在45分钟内 从叶脉墙中找出此三片叶脉 并写下坐标 正确率优先 如正确率一致 则用时短折获胜 勇者对强者 究竟谁能证认队长之位 现在在我左手和右手边的 就是两片叶脉墙 大家看到这个叶脉墙上面呢 由我们工作人员精心处理的 666片叶脉 预订队长之位 预订队长之位 你的胜算多少 我是奔着日本队来的 哎呦 那么挡在我前面的人 我只能说对不起了 好 我再问一下这个王预恒 上次你挑战日本 那个日本那老头 拿放大镜一个个的看 他不看 就是给我们感觉的 好像你很狂 我根本不需要看 对不对 结果最后你战胜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习惯就好了 好 刘建 你觉得胜算多少 自信人生200年 会当积水3000里 如果我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 能够成功的话 我觉得也没有人能够帮助我 哎呀 太棒了 好 两位 紧张激烈的挑战 马上就要开始的 请两位坐上 东风标志508 挑战节奏 有请 接下来我们请张教授 请桃子 王石 来挑选 我们的 叶子照片 线上共有一百幅树叶照片 及其过硬的叶脉 加编在其中挑选 三幅树叶的照片 按照顺序 放置于观察台 随后科学助理将叶脉进行复印 并放置于验证台 留待验证 主持人三片叶脉已复制 并且遮盖完毕 好 接下来 请两位挑战者 移步到舞台中央 好 那么我要告诉两位的是 在我的右手边 这是一号树叶 那么背对我的 在我的是二号树叶 在我的左手边是三号 两位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 你们有十分钟的观察时间 十分钟观察 倒计时 开始 Engineer 如果记录完毕可以回去 可以你可以请回挑战营 这果然都是王于恒一级的风格 刘健已经做回挑战营了 接下来请桃子把我们第一位嘉宾 所挑出来的那个燕麦 任意的替换 燕麦强的燕麦图片 现在请桃子将第二片燕麦 任意的替换 请早讲授将第三片燕麦 任意的替换燕麦强中的一片 好现在我们燕麦呢 已经替换完毕 刘健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宇恒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好 两位听我口令 三二一 用脑时刻多喝六个合同 挑战开始 王玉恒现在很像当年他看水的时候那么快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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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第一堵叶麦墙上 共有两片嘉宾选择的叶麦 而王玉恒在写完第一个坐标后 就直接走进第二堵叶麦墙进行观察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刘建能否追上王玉恒的速度 而王玉恒又是否能够发现那片遗漏的叶麦呢 刘建已经找完一遍了 还有一个答案没写 是不是太犹豫了 刘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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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等会 他等会 刘汉留的 他留加倍了你看 王一恒的速度要比我预想的要慢一些 已经过去了四十分钟 时间已过去四十分钟 王一恒仍然只写下了一片夜脉的坐标 而刘建还根本没有写下任何夜脉的坐标 离规定的时间越来越近 他们能否抓住最后的机会 巡获坐标 完成挑战呢 还剩一分多钟 按道理来讲 你们应该回去写坐标了 还有一分钟 选手王一恒作答完毕 用时四十四分二十一秒六三 选手刘建议做答完毕 用时四十四分四十二秒三四 好 双方实际上用时的差别呢才二十多秒 显然竞争是相当激烈的 根据规则 我们将我们将从用时比较多的刘建这边开始验证 科主请报出刘建所给的一号题的答案 选手刘建给出的第一个夜脉的坐标为 并未作答 并未作答 第一个夜脉的坐标为 一强 爱航 二十九列 一强爱航二十九列 好 接下来我们把王玉恒的答案 跟坐标夜脉进行对比 我要告诉观众朋友的是 因为呢我们的尽管夜脉之间的会有差别 但是差别是非常细微的 现在看上来呢是基本吻合 但是答案是否正确呢 请打开夜脉右下角的脚标 我们看对应的续号是否正确 你好 正确 王玉恒果然厉害 好 在第一轮的较量当中 王玉恒暂时以一比零胜出 没关系 我们后面还有两轮 接下来 我们请科学助理爆出刘建 给的第二号题子答案 选手刘建给出第二个夜脉的坐标为 第一面墙 碧行 帧行 帧行 实 travel 一枪 实练 一枪 帧行 实验 我们再看看王玉恒的答案 选手 王玉恒给出的第二片燕麦的坐标为 定位作答 太难了 好 很纠结了 在第二轮当中 王玉恒是放弃了作答 而刘剑给出了他的答案 但是 刘剑是否能够在这一轮 跟王玉恒打成平手呢 取决于验证的结果 来 我们开始验证 最强大脑精彩稍后继续 芝麻开门 由经常用脑之家提醒您 精彩继续 六个核桃最强大脑 最强大脑由核桃路领导品牌 六个核桃独家冠名播出 经常用脑播合六个核桃 最强大脑荣耀杰作 东欧标志508 品质尽享荣耀而至 本节目的服装呢 是由男装国民品牌 海南之家独家赞助 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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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纠结了 在第二轮当中 王玉恒是放弃了作答 而刘剑给出了他的答案 但是 刘剑是否能够在这一轮 跟王玉恒打成平手呢 取决于验证的结果 来 我们开始验证 好像图两个夜迈的结构 没有办法完全吻合 好 我们为了确认 他的答案最终到底对不对 请撕下夜迈的 右下角的脚标 哎呀 他填错了 顺序 顺序 顺序序 他可能计反了 好 我们掌声鼓励下刘剑 但是 我们还会验证第三轮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看 第三轮 刘剑给出的答案是 第三个夜迈刘剑给出的答案 坐边为 二强 F航 二十八列 王玉恒给出的 第三号题的答案 选手王玉恒给出的 第三个夜迈的答案是 并未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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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居然两个都没写 好 我们请 先验证一下 刘剑的答案 来 开始验证 他写反了 写反了 结构不一致 结构不一致 好 我们还是依照规定 私下脚镖 太可惜了 我的天了 太可惜了 居然学反了 这种事都发生了 好可惜哦 怎么会这样 其实是他厉害 好可惜 太可惜了 这三轮PK赛的最终的结果 太精彩了 赢者是王玉恒 但是如果刘剑没有把顺序搞错的话 今天晚上真正能够夺取队长宝座的 应该是刘剑 掌声给他 因为我把三个坐标都记了 对 然后我就发现他们的肢体语言呢 王玉恒就错过了第一个 那边的实地 但是我看刘剑 我就觉得他非常有把握 因为他在两个点上 他都听顿了 对 我想好了 他对两题 谁知道你是反过来写恩 所以我迫不及地想问他 究竟发生了什么 是这样 因为刚刚在这个寻找的过程当中呢 我是因为长时间地保持这个注意力集中 然后刚最后就是宣布要写答案那一刻 然后精神一松懈就有点混乱了 但是我也想问王玉恒是遭遇了一些难题吗 你觉得非常困难吗 你为什么没看出来有两个空白 运气 今天其实一直就没有进入我自己的节奏 几天都没有睡了 我到后面我就看不清了 有天赋达不到的高度 所以你被选为队长 但是你肩负住人 好 宋静两位选手各自一句话 刘剑吧 我再对你个剑解读 天行剑 君子已自强不息 好 好 王玉恒 毕世坤 君子已厚德在务 他一架 好 好 再见 贾老师 好 再见啊 加油 加油 谁来当这个队长并不重要 我也相信王玉恒一定会带领我们的中国队 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 好 接下来我们请王氏先生 为王玉恒 赠送荣誉行赏 好 谢谢王先生 好 现在我们请王玉恒登上中国战队的荣誉殿堂 我们恭喜王玉恒成为中国战队的第三位队长 另外王玉恒也有机会参加全球脑王的挑战 好 也请王玉恒坐上中风标志508荣耀协助 谁是最后一个队长名额的获得者呢 我们有请下一组挑战者 来自第二季的魔方机器人孙宏夜 他可以说是魔方界快你魔方的一个全面商 虽然他最终在国际大赛上失利 但是失败给了他宝贵的经验 我觉得他有做队长的潜质 从成功到失落 从失意到收获 经得起大起大落的男人 才扛得起队长大起 第一季的魔方达人贾丽萍 有一种人生叫赢家 贾丽萍是我给出第一个十分的选手 他很有实力当这个队长 两者只用结果说话 好 我们有请魔方达人贾丽萍 和魔方机器人孙宏夜 好 欢迎 大家好 你好 欢迎来到这个舞台 贾丽萍 恭喜你 新婚愉快 早生贵子 谢谢桃子姐 对 我今天带了喜庞过来 给我们散发一下 沾沾喜序 来 好 欢迎 小老师想来 谢谢你 恭喜 对 对 桃子姐 勇业爱和 谢谢 刚才桃子说早生贵子 我的意见还是早生女儿 不过我听说王总有好消息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话不是我说的 这话不是我说的 他说的 恭喜 恭喜 我刚才讲了说 就是说不是早生贵子 我说是生女儿是一样的 我说我就喜欢女儿 哦 哎 你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 绕绕去的 说 说来话长啊 我觉得吧 他还是回答了问题 如果身边有一个女人 对吧 你可以像对待女儿那样 去呵护她 为什么不可以呢 对不对 所以掌声给一下王先生 好坏啊 好厉害 小四 你还有话要说吗 没有啊 好 小四遇到这个问题 我能问你吗 小四脸已经红了 好 我就不问了 我有一个奇怪的感觉就是 你送给他们这个糖 却没有送给对手糖 是什么意思 他吃顶菜比那个成绩 他还好意思吃糖吗 什么 太过分了 哎呀 王先生给 拿着打败他 好 就冲着一个讨厌要运 好 两个其实都是有备而来的 那么到底 这个项目该是怎样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魔方画中画 1044个三间魔方 9396块4块 魔方操守 逐一拧动魔方 将其打造成世界名画 两位挑战者同时观察熟悉魔方墙 直至搭建完毕 现场嘉宾任意选取魔方墙中的三个魔方 两位挑战者同时观察坐标 分别进行 芒领克隆 三轮比拼 正确率优先 正确率一致 则用时短折胜 人生赢家 与人生loser之战 谁能胜出 好 大家看到了 在我身旁的这个魔方画 就是今天两位选手要挑战的这个作品 那么大家看到的这幅魔方画 它是由1044个魔方 9396个色块形成的这个魔方画 它也是中国电视节目史上色块最多 最复杂的魔方画 也是芒领魔方史上的极限挑战 那么大家看到的这幅魔方画呢 实际上是根据啊 梵高在圣蕾米时期的伟大作品之一 冤尾花来改造完成的 还有什么疑问 对于这个挑战项目 我看的这个是挺亲切的 为什么 因为你们一直绕着弯 我就回答一下吧 这个两年前呢 我和你们总想要绕弯那个人呢 我们一块去过普罗旺斯 是看过这幅画的 哦 你就不用再弯弯绕了是吧 哎呀 掌声鼓励一下 哎呀 我觉得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跳的是两个魔方高手的对决 但其实今天的挑战 对记忆的要求也非常高 所以无论哪一方胜出 都适合担当队长的职务 因为他们展现了多种能力 两位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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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两位坐上东风标志 508挑战 结束 有请王师先生首先为挑战者出题 这个到近处看呢 就像马峰祸 那既然是竞赛嘛 而不是说给它选容易一点 那一定就找色块最多的那个 两位选手 两位选手 我们评审 已经出题完毕 请两位选手进入挑战区 两位 准备好听我口令 三 二 用脑时刻 多喝六个核桃 挑战开始 送手 我看到 你知道過去是非常自信又快速的這兩位選手 突然都沒有動作 然後都發呆 你就知道這個題目的難度 對方的問題 不好意思 我這模仿出現問題 出現故障 卡住了 不好意思 模仿卡住了 好 我們給你換一個新的模仿 我當時正在做我的第一個模仿 聽到孫慧彥模仿壞掉了 做到那一半 我中間有一個塊 我想不起來在哪了 不好意思 再給我一個模仿 不好意思 給他們的模仿 盲頂的時候 給他們的模仿是一個 就是說初始狀態 那中間如果擰刺的話 你要再回覆過去 這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你乾脆還不如再來一集新的模仿 好 好 能不能先把第二個模仿給我 好 這個再放來一點不要動 是不是因為太靠前 孫慧也補想不起來了呀 這個難死了 好了 這個項目是賈利平的長項 孫慧彥他是數年 這個項目對於孫慧彥來講是短出 你看他手都不太抖 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好可怕 好可怕 现在我们请科学助理将两位挑战者的答案推到舞台中央 那么根据我们比赛的规则 我们先从用试比较长的孙宏叶这边开始验证 请科学助理将第一号题取出 好 首先我们揭晓一下正确的答案 接下来我们看孙宏叶第一个魔方 芒领的是否正确 三二一开始 不正确 好没有关系 这只是三轮比赛当中的第一轮 我们来看看 贾丽萍的答案是否正确 三二一开始 正确 正确 第一轮双方 零比零占平 好 我们进入第二轮 我们也从耗时比较长的孙宏叶这边开始验证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正确答案 好 这是正确答案 来看看孙宏叶的答案是否正确呢 三二一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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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啊 哦 两个其实就是差一块 色快 对呀 没关系 我们还有第三轮 所以这一轮 对两位选手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先从暂时失利的贾丽萍这边开始验证 首先看三号题的正确答案 好 这就是三号题的正确答案 贾丽萍是否能够在这一轮当中 挽回自己的形势呢 三 二 一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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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败就在孙宏业的最后一局 到底孙宏业是否正确呢 结果是三 二 一 比赛进行到此时 孙宏业和贾丽萍以一比一打成平手 在最为关键的第三论中 只要孙宏业的答案正确 那么他就可以赢得比赛 但如果他出现了失误 那么在相同的比分下 贾丽萍将凭借其挑战总时间最少而获胜 两人的命运都拴在这最后一个魔方之上 要旅游找图牛 牛人专线品质由 广告期间别走开 打开微信 摇摇 图牛现金红包 领不停 看最强大脑 选牛人专线 六个核桃最强大脑 精彩稍后继续 六个核桃最强大脑 最强大脑由核桃路领导品牌 六个核桃独家冠名播出 经常用到播歌六个核桃 最强大脑荣耀杰作 东欧标志508 品质尽享荣耀而至 本节目的服装是由 男装国名品牌 海南之家独家赞助 成败 就在孙宏业的最后一局 到底孙宏业 是否正确呢 结果是三二一 胜者是甘利平 太难了 那个魔方画当中 1044个魔方 9396个色块 这个魔方的项目 13G以来 我们科学家团队认为 最难的一个魔方的项目 就我想说一下 这个项目真的是 太痛苦 太累了 然后跟孙宏业最后 我们其实是1比1 然后就差5秒 这个我觉得不是实力的问题 已经是运气的问题了 然后这么痛苦 我这么难的一个项目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项目 我们俩一起完成的 我觉得今天没有谁是失败的 好 好 谢谢宏业 谢谢姜老师 走啊 虽然这次比赛失利了 但是我觉得我还年轻 所以我来说 成长可能比成功更重要 接下来我们请王氏先生 给他赠送荣誉新赵 好 也请我们最后产生的 中国战队的第四位队长 贾丽萍先生 登上中国战队荣誉胜点 好 贾丽萍先生呢 莫丹能够当中国战队队队队长 而且他有机会参加全球脑王的挑战 我们也请贾丽萍座上多标志 零发荣耀杰作 好 到目前为止 中国战队的四位队长 已经全部产生了 他们分别是 林建东先生 李维先生 王玉恒先生 贾丽萍先生 我们四位队长 已经脱颖而出了 接下来 我们中国战队的候选人 将争夺12位席位 最后分成四个组 与国际战队进行挑战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感谢六个核套 东风标志508 海南之家和途流旅游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北京大学心理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为本节目提供全程的科学顾问 感谢视频合作网站 登陆优酷独斗 爱奇艺 乐视网 程序视频 可以观看本节目的精彩内容 你可以关注最强大脑 官方微博进行话题互动 打开新浪娱乐 腾讯视频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了解节目信息 手机用户可以下载有态度的 网易新闻扣端 握起更多的选手背后的故事 还可以下载 搜狐新闻扣端 新浪新闻扣端 腾讯视频扣端 腾讯新闻扣端 凤凰新闻扣端 今日合调一点资讯 扎可 新闻资讯扣端 了解更多的节目资讯 感谢百度贴吧 百度百科 大卖网 庞班管家 高铁管家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